88年历史六年时间拍摄完《成我国首部神话》电视连续剧《西游记》 该剧自1986年起播出,称霸赢平三十年之久,并获1988年,全国电视剧飞天奖,和大众电视精英奖特别奖,2017年4月15日八十三十九分,杨洁因心脏病医治无效逝世,享年88岁,86年的《西游记》是一部经典之作,相信大家都看过, 寒暑假的时候电视台经常重放,到现在还有,黄毅黄毅香港武侠小说作家,黄毅代表作品《寻情记》,《大唐双龙传》,《富与三云相继》被TVB搬上荧幕,均获好评,2017年4月5日,中风并且于医院病逝,享年65岁,刘硕 刘硕中国演员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96表迅班,2006年参演武侠古装电视连续剧《五单二》,2017年3月16日,主演《亲情励志》电影《直练》,2017年4月29日,刘硕醉酒车祸,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, 肖小林肖小林前中央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,曾任中央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,她出生于湖南长沙,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,长沙电视台成立后,她又成为了长沙电视台的第一批播音员,后掉入中央电视台,主持思考与观察,也曾主持过新闻联播,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,铁念美人的封号不尽,而走,随后又主持了焦点访谈, 但边天,社会经纬,她还和其他人一起筹办了新的法治栏目《今日说法》,并成为了观众最满意的法治节目,2017年7月,著名节目主持人肖小林,因直肠癌转移不幸离世,中年55岁,鲁芬露芬生于中国香港,香港影视演员,1987年,出演首部电视剧《满星十三皇朝》,1988年,出演电影《女子监狱》,1994年参演《周星十三》, 喜剧电影《九品芝麻官》,凭借老宝烈火奶奶一角,在香港和中国大陆被观众们认识,1995年出演周二发主演电影《和平饭店》,1999年,出演由王晶指导的时装剧《纵横四海》,2007年,出演民出恩仇剧《兰花节》,2011年,出演TVB时装处境喜剧《谁家灶头无烟火》, 2017年2月6日凌晨时段传出消息,其家人发声明表示, 感谢观看